现在呢我们这个按钮有了 可是呢这个按钮按下去是没反应的 那么怎么能够让它有反应呢 也就是说按下按钮之后 我的程序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按钮被按下去了 用户在图形界面上面做了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怎么能够让程序知道 这中间走过去的那个路径 我们把它叫做消息机制 Java的Swing呢实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机制 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在这里的代码当中呢 我们实现了说我们加入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确实能够被显示出来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说如果这个按钮被按下去 它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程序知道 所以我们得要这么做 说我们让这个buttonstep呢 add一个action listener action listener说这个函数说 它要的参数是一个action listener的对象 所以我们就制造一个action listener给它 然后你看当我把这个敲完之后 它自动给我出现了这么一大堆的东西 我们先来在这做点事情 然后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来在这里呢加入一个system out 说按下了 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知道说 如果我们在console得到了这么一个按下了 这么这么这么一个文字 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按钮真的被按下了 至于说这当中怎么怎么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一会再来解释 我们先来看这事情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然后我们按了一下这个单步按钮 回到这儿出现了一次按下了 再来按一次 又出现了一次按下了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按下这个单步按钮 我们就会走到这个地方来 这里的代码会被执行 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到底做了点什么东西呢 看起来这里非常古怪的代码 我们一点点来解释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们有了一个按钮 然后按钮自己的代码 显然按钮肯定自己有代码 能够知道说某一个时刻按钮被按下了 我们自己有一个代码 其实我们自己已经写好了一个代码 在我们的这个程序里头 我们原来有一个step函数 这个step函数做的事情是单步 做那么一步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start函数 是循环的去做那一步 其实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对step的调用 我们一会再来说 为什么这能调那个step 加上对step调用 然后我们还得让这个frame 去repaint一下 当然在这个之前 我们还得做个改造 我们要把这个frame给它拿出来 成为我们这个类的一个成员变量 然后呢 好 这样它就是在对那个成员变量frame 做操作 好 再接下去呢 我们要把main里面的这一个start给去掉 我们不要你主动的开始 我们希望的是 在每一次按下按钮之后 我们去单步做一次 然后呢 repaint一下 我们现在来 我们有出现了这个静止的画面 然后有这个单步的按钮 我们按一下 仔细看哦 它动过了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每按一下按钮 它就会单步走一步 按照我们预设的这个规则 单步去走一步 这中间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说到 我们有那个按钮 这是那个buttonstep 我们有一个step函数 这是预先写好的 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是 按钮被按下去的时候 它能去调用这个函数 对不对 怎么能做到呢 我们知道说按钮是一个类 按钮这个类里面 它一定有代码 知道自己被按下去了 这个事情 我们先不用去操心 比如说 它怎么检测那个鼠标 现在呢 移到了这个按钮 这个面上面 然后呢 鼠标左键又按下去了 这个事情我们不操心 它实现好了 它知道自己被按下去了 而且我们已经看到 它视觉效果 也给你做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 它怎么能够掉 我们的step函数 那我们在之前 所学过的所有的东西 都知道说 如果你要能够 去掉我的step函数 一定是 你在某个地方 写了那么一个 比如说 在按钮的某个地方 假如说 按钮现在有一个函数 叫做 do pressed 按下去了 然后呢 在那个函数里面 做了点什么事情 比如说 做出那个显示效果 然后 它来掉了我的 比如说 我那个东西 叫做什么 fox and rabbit 对吧 某一个 这里面有一个 比如说 叫做F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这个F呢 去做了 step的动作 如果是 我的这个按钮里面 有这样一个代码 那么当然 这个代码是可以去 调用我的step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意味着 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buttonstep 是什么对象呢 是 jbutton类的对象 那就意味着 我在写这个 jbutton类的时候 我要在他的代码里面 把这个东西 给放进去 也就是说 jbutton这个类 在写出来的时候 他得要知道 我今天在这里 做的这个fox and rabbit 长什么样子 得要知道 我这里面有个step 得要知道 那个jbutton类的对象 按下去的时候 他能够掉按我的step jbutton类 这是 Oracle 更准确的说 当年son做出来的东西 他怎么可能知道 我的那个fox and rabbit 不可能知道 对吧 怎么做这事呢 如果现在要你来想 说 我面临这么一个局面 我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事先写好的 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函数 我需要这个事先写好的按钮 里头某一个函数 执行的时候 能够去执行我的一个函数 你会有什么办法 也许 我们能不能这样子做 说 我另外做一个类 叫做mybutton 他呢 从这个jbutton 派生出来 继承 在这个mybutton里头呢 他要去override的那个 比如说有个叫做do press 叫做do press的函数 去继承那个类 去改写那个函数 override的这个函数以后 这个函数里面 因为是我自己写的 我可以去做这个事 原来的那个 他做不了这个事 原来那个 他做不了这个事 这是一种思路 但是 swing 没有采用这个思路 swing觉得这个思路 还不够先进 还有更先进的 更先进怎么做呢 说我们这儿有一按钮 这是jbutton类的 在某个时候 它会被按下去 它自己能够知道 它被按下去 于是呢 他说这样 我给你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叫做 action listener 手听者 动作 手听者 然后呢 我有一对函数 叫做add action listener 还有另外一对呢 就是remove action listener 如果你 对我 被按下去 这件事情感兴趣 那么 你就 实现一个 action listener 接口的对象 这个action listener 这个接口 就定义了 一个事情 叫做 action performed 动作 执行了 这是一个函数 这个接口里面定义了这么个函数 所以你如果你去实现了这个接口 当然你里面也会有这么一个action perform的函数 对吧 然后 你就把这个类制造出来的一个对象 通过这个add函数 注册给我 注册给按钮 注册进去的东西 这是一个运行时刻动态的那么一个对象 对不对 然后一旦按钮被按下去 按钮被按下去 他就要做一件事情 说检查一下 现在有没有人注册在我这 说对我被按下去 这件事情感兴趣 如果有的话 那么那个注册上来的东西 他一定是实现了这个action listener 接口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而action listener 是jbutton发布的 jbutton当然知道action listener长什么样 知道action listener里面有action perform的函数 于是 他就可以循着这条线 回过来掉你的action perform的函数 也就是说 jbutton 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类 他公布一个接口 任何人对他被按下去这件事情感兴趣 只要遵循这个接口 去实现这个接口的一个类 把那个类的对象交给你 我注册给你 注册一个action listener 实现了action listener接口的类的对象 给jbutton jbutton一旦被按下去 就会反过来找到你自己写的那个action perform的函数 然后把这个代码给执行了 来执行你写的这个action perform的函数 这件事情 我们叫做反转控制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叫法 叫这个什么注入反转 因为你看这是注册进去 所以叫注入反转 jbutton里面原本没有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是后面人写的 但是通过这么一个动态注入的过程 加进去了 所以叫注入反转 反转控制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叫法 当然简单的就说 这是swing的消息机制 这个消息机制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调用了这个按钮的一个 叫做add action listener函数 在这个地方我们制造了一个action listener的 实现了action listener的泪出来 等等 这好像又有事情没有讲明白 这怎么就制造了一个新的泪出来 我们看到的是 牛了一个action listener 先订查一下 谢谢大家